從北路一路過來,這邊基本上都是逆向波為主 或是非常接近逆向波的一個地址形成 那它的解壓結理工比較發達 因為這邊的邊波比較陡峭 陡峭後方在山頂後面的解壓機都發達 發達以後就比較容易形成這個 我們說雨水下滲的一個通道 那越下滲到下雨的時候會特別 讓我們邊波的安全性降低 因為它水壓上升會往前退 那基本上這附近的邊波都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所以我還是建議主管機關 能夠在這邊的這個邊波 能夠加強做一些邊波安全的巡檢 它定期性的要做 然後讓這種邊波災盡量預防性的一些措施 工程的一個補強的措施來讓這個災害降到最低 不過差異侵蝕會比較強 差異侵蝕會比較強 也會讓它的那個裂縫的這個行程 就是我們岩石接力行程 加速行程 那這些裂縫最主要就是造成雨水能夠流通的通道 那雨水下去了以後 最後還是水壓 就是一個 出發因子讓整個裂縫 形成這個壓力 讓這個邊波往前移動 邊波往前移動 它就會往下掉落 地鄉波道有一個特質 就是說在邊波的前端比較陡峭 第二個在邊波的上方 會比較多的站立裂縫 那一般我們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水會在山頂往下滲 那很容易滲到裂縫裡面 那再加上這一陣子都在頻繁地震 所以那個裂縫它其實張立的裂縫會正常情況會放大 不然到有水壓一下去 會讓我們這個 岩石的前沿 受到比較多的水壓再往後推 因為它的裂縫是在岩石的前沿 就是邊波前方的後方的裂縫裡面 那在這種情況下 水壓繼續往上升的時候 像昨天剛好下滿大的 那這個水壓蓄勢力比較快 然後它就比較容易讓前方的這個落石 產生的後方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最主要就是在邊波的上方 在我們就是我們這個崖頂 那邊要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新生的裂縫 那裂縫要做一些 我們說修補 讓它水不會往下滲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要人上去看 人上去檢查 第二個就是下方主要精速清理 讓我們這邊交通會不正常 第三個就是說 在邊波的懸崖面上面 還要做一些掛網護波 防止它的一些鬆弱的落石去往下掉 還是這些做措施就可以了